我们用的是碎的白米咯 碎的白米我们拿去洗 洗干净了就泡在水里面 给它发酵一个月 然后每个星期要换水咯 因为如果没有换水咯 它的味道会很臭嘛 要一个月过后了 又要重新的洗过它的米咯 洗了就用一个机器把它磨成米浆 因为它机器磨它不够油 我就用一条包包的布过离它 过离好了它是水水嘛 我就把它倒进一个布袋咯 把它吊着给它沥水 这是连层水粉的第二袋咯 因为我那时候是想到我爸爸也老了 七十多岁了还要在这边晒太阳 有时候下雨还要去收水分 一开始就想说做不了咯 要过了越做越有兴趣咯 然后又看到很多人来 很欣赏我们的水分的时候就很满足了 越来越少人知道什么是水分 所以我们就有开放咯 开放给学生来学习做啊 游客啊 旅游社他们啊 都会来 都会在我们一起咯 来这里看看水分 学习水分 学做水分啊 现在万物都不在膨胀啊 连我们的 碎米 我要做水分的碎米都 今年都起了两次了咯 其实我们做这个水分咯 是活力多小的 就赚一个一些些苦工钱啊 老行业嘛 老行业的东西是 赚不到什么大钱咯 就是赚一点苦工钱那样 一直起价 然后目前我才卖七块钱 我也是要生活的嘛 现在我在外面吃的东西 都从三块半到六块多的嘛 七块多啊 我是靠天嘛 如果一季我老师讲 一个月我装不到一群块